因为这几天连续的暴力事件 造成所有治安亮起红灯 所有的乡亲非常的恐慌 也非常的不安 不只是聚众斗殴 甚至因为私人恩怨 家怨保护 不只是闸电 甚至连凶器都能够这样斗梗 互相残杀 我真的非常痛心 也没有办法接受云林县 这个非常淳朴的农业大县 竟然有如此嚣张不法的行为 我今天特别要拜托大家 为了守护我们乡亲生命财产的安全 让大家能够安心放心在云林县生活 我们要展示 我们所有的警力是万全的准备 我们要用霹雳的手段 来执行我们所有的公权力 要让这些不法分子 他知道在云林县是不能这样嚣张不法 无法无天 所以我要特别拜托大家 这几天我知道大家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连续几天 大家不眠不休 甚至可以说是身心俱平 但是都还是坚持 坚持守护乡亲的生命财产 我知道每天晚上超过90个班次 的这样的一个执请 甚至也超过561次的这样的一个巡检 但是唯有我们能够缜密规划 所有的入检巡检巡逻 甚至针对青少年聚集的地方 甚至容易治安事件发生的地方 我们都要加强 尤其是在KTV 在酒店 在小吃部 在容易被